我們前面講發電廠發電 然後呢要透過蘇貝電線路把電送到我們家裡面來 那基本上台灣現在的發電方式主要就是有火力發電 水力發電跟核能發電 那想要發展的還有風力發電 那這裡面有寫的是太陽能發電 台灣現在想做綠能 主要就是兩個 一個是太陽能 一個是風力 一個是風力 那就是我們有現在這些發電的方式 然後呢 方式發電機你們在很多地方都看過了 就要看過它了 等一下我們在後面會提到它 我們會提到它 OK 然後呢 那 電廠產生電之後要透過一套完整的蘇貝電線路送到我們家裡面來 然後有一些圖示 這個圖示比較複雜的圖 你也就看一大堆 前面有發電系統有蘇貝電系統 還有送到你們家的系統 這些東西 那你會注意到這邊有一個右下 右邊 中間下面這邊有一個 桿上變壓器 有個桿上變壓器 這個東西現在等於是不存在了 在台北市幾乎看不到 在台北市幾乎看不到 都已經變成地上或者是什麼之類的 就是送進你家的最後一道 送進你家他們說 從這裡然後變到你可以進到你家裡去 簡單來說就是我們最後要把電送到你家的時候 我們需要有一個變電所 變電器然後送到你家去 然後有人在抗議說我們家裡 就負壓器附近不要設變電所 好 所以這會怎樣怎樣怎樣 但是 沒有他其實你就 我有電 我有電 好 但是比較複雜的 這個稍微簡單一點的 你看到這邊有個發電廠 有沒有看到他有一個超高壓變電所 然後有一個 然後有送到不同的地方 怎麼這裡有一個110 上面有個161KV 千伏特的 然後到下面還有一個不同的 然後到家裡面來的 最上面還有69KV的 然後呢 底下一個 22KV的什麼之類的 進到我們下面下面這個 22KV這邊的這個東西 要從他從這邊開始變過去 不同的 不同的地方 我是大的公司 我是科學園區 還是我是大的工廠 小的工廠 我可能需要電不一樣 大家要有一個 一個這樣的設施過來 這個是個比較 稍微比較簡單一點的 然後跟你說明的 那這個下面更簡單 好 就有個深壓變電所 然後呢 經過高壓電塔 放你下去 那這裡有個問題 就為什麼要深壓 機測考過 我們以後會教 為什麼我要深壓 以後要會教會考 為什麼我要把電壓拉高 然後呢 拉高到時候 但是進到你家裡面 不可以這麼高 所以要降壓 然後有個 最後有個 所謂剛剛講的 趕上的變電器 進到你家門的最後一道關卡 那現在台北市已經不存在了 其他先生有沒有 還不知道 台北市基本上沒有這東西了 都變成在地上之類的 然後送到你家裡去 就是更簡單的蘇貝電線路 然後以後的重點就是 為什麼要生壓 未來會教 考試考過 那火力發電就是煮開水 火力發電就是煮開水 煮開水 讓水燈氣去推動渦輪機 那煮什麼 用什麼來煮開水 用什麼燒什麼煮開水 可以燒煤 可以燒重油 可以燒天然氣 可以燒天然氣 那核能發電 基本上也是煮開水 也是煮開水 然後水燈氣推動 那是用核能去煮開水 那用誘餘燃料 後面會講到這些是誘餘燃料 反正他們都是 都是利用水蒸氣去推動渦輪機 然後產生電 所以呢火力發電跟 核能發電都是去煮開水 然後透過水蒸氣 推動渦輪機 達到發電的效果 那水力發電就直接用水 用水 高高的水 然後沖下來 那水有什麼能 衛能 動力衛能 動力衛能 動力衛能掉下來轉成動能 然後渦輪機會轉 然後渦輪機會轉 然後渦輪機要發電 風力發電後面會再交一次 那就是靠風吹 靠風吹 讓風去吹讓它會轉 所以我前面講過 就是讓那個線圈在磁電裡面轉 讓磁電在裡面轉 然後產生電 然後呢就是 用水去沖讓它轉 用風力吹讓它轉 用水蒸氣去推動讓它轉 然後呢就達到發電的效果 所以我們後面還會再提到一次風力發電 那叫風力發電 就是我們基本上就是透過這些方法來發電 那第一個是火力發電還有核能發電 我們先談的是火力發電 就是火力發電、核能發電 火力發電可以燒油、燒煤、燒天然氣 都是去煮開水 都是去煮開水 然後煮了開水 用鍋爐去煮開水 然後煮了開水之後 然後呢去推動 然後呢去推動 然後達到發電的效果 最後就發電 基本上就是火力發電 沒辦法就是 剛剛講的就是煮開水 然後呢去推動 OK 那 火力發電系統這個簡單的煮可以圖示 就是這邊是所謂的燒煤 然後燒煤的 然後加一種煤啊怎麼樣之類的 煮一煮啊 所以我看到什麼高壓蒸氣啊 有鍋爐啊什麼之類的 然後呢去推動 然後再轉圈圈 然後達到發電的效果 就是火力發電系統 那可以改成燒油的 或者是燒天然氣的 然後水力發電就是水沖 好水力發電場 我們用水去沖 會用水人去轉 那有一樣 轉圈圈 然後達到發電的效果 達到發電效果 就是水力發電像這樣這樣 OK 剛剛講過 就是把它用圖示 用圖示的話 再跟你說一次 那風力發電就怎樣 風吹嗎 風吹 用風去吹 幫它轉動 用風去吹 讓它轉 轉轉轉轉轉轉 然後就發電了 就把它發電的效果 就是所謂的風力發電 就是風力發電 就簡單就是剛才我在 用口說的方式就講過 然後現在用圖示 再跟你解釋一遍 就是用這種方法 然後後面還會再跟各位談一下火力發電這些事情 可以嗎 可以